各位好 我是陈一佳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本周美国股市的交易状况 那三大股指在本周是进行一定程度的盘整 可以看到连续的出现的下滑 就算在星期三有一定程度的反弹和上星期比的话还是出现走软的 那主要是很多的一些投资人开始关系到现在整个经济的基本面 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基本面是对于整个的股市有支撑 另外它决定着联储未来会不会收紧现在的量化宽松 从本周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 像ADP的一些就业数据是让人比较失望的 因为增长的幅度非常的有限 另外本周的首次事业人数有一定好的消息 市场等待在星期五最新的劳工部的一些劳工报告 而对于现在一些市场上的一些除了这些问题 在本周值得关注就是对于5月份一些最新的数据 国际当中的一些数据 不管是欧元区还是中国方面的PMI指数 似乎都是不太景气 而美国方面的一些数据似乎也缺乏一定程度的动力 所以对于市场的压力还是有的 另外在本周有一系列的包括像汽车销售的一方面的一些数据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汽车制造业在本周的走势还是可圈可点的 而对于近期哪些事件值得关注 未来投资人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变化 来听一下交易员的看法 另外就是日元对于现在的市场有很大程度的影响 本周的日元出现了明显的一些波动 对于市场也产生了大的一些动态 特别是像日本的一些公司 在本周是跟随日元的一涨一跌 也是产生了大幅度的波动 来听一下市场人士的看法 另外本周的太阳能股 特别是中国太阳能股 由于欧盟方面要开始星期四征收双反的关税 所以对于中国太阳能股有大幅度打击 另外由中国公司在美国公司上市 那也是受到了很多投资人的关注 那除此之外哪些板块值得关注 再来听一下交易员的分析 Well, interestingly enough you've seen a little bit of a bounce in a lot of defensive sectors with the pullback and treasury yields today I mean utilities and telecom have been some of the worst performers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my thinking is those sectors can bounce I think that as yields pull back a little bit that they're oversold they're due to bounce a little bit my favorite sector continues to be financials though I think the steepening of the yield curve makes that sector far and away the best sector right now technically it's in very good shape in relative terms and an absolute basis you want to look at energy I think crude oil is up about a percent today also so energy financials and I think I have to say technology 进入下个星期呢 值得关注的包括像零售啊 以及像来自于通胀等一些数据 会引起呢市场的一些波动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在纳斯达克 我们下周再见